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达高峰已經兩個很慘痛的例子在前面了 請問現在亞太有比較好嗎 那花蓮的觀光學院有做的比較好嗎 這個轉退條例沒有辦法解決現有的退場的任何的弊病跟問題 行政院部裡面所呈現出來的版本 第一個它是傾向財團 另外一個就是默示教職員生的權益 我們工會打算就是要跟他來進行一個battle 就是說我們要跟他進行較量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管制 怎麼樣子的法規 他才能真正的確保私生權益 以及確保校產不會落入校董的手中 轉退條例正是要準備出 然後我們對於這個轉退條例其實有很多的意見 今天私校的世人捐知息權 它具有百分之百的公共性 因此我們希望當少子化以及這個學校經營 少子化影響到這個學校經營下去的時候 或甚至它還是可以經營下去 不過學校另有它讀的時候 那麼這個學校應該是由我們政府來接管 而不是放任這些私立學校它龐大的這個校材 由這些董事或是這個董事集團 他們佔為己有 新政院版的這個轉退條例 卻是沒有辦法做到我們認為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對於學校財務已經出了很大狀況的 然後甚至是學校這個欠老師欠薪的 以及對於這個學生選不到的就是這種情況 還有這個其他的這種有關於是違反了這個私校法 或是其他教育法令而且情節重大 這重點是情節重大的 剛剛前面講這種狀況情節重大的 照理講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說這個教育部應該是要來接管 而不是用專案輔導 不過他目前的這個條文是專案輔導 各位知道嗎 還沒有這個條例之前 我們教育部就已經有一個行政命令 他也是說要專案輔導 那永達是曾經所謂他們專案輔導的學校 可是輔導到最後這個學校沒有了 老師很心學生被不斷地轉出去 要他們自己去找學校 所以很多學生後來也就只好錯學了 或是被迫去讀一個他根本原先是沒有意願要讀的這種系 為了要畢業 所以這種專案輔導在過去的經驗看起來 他其實是非常失敗的 可是這樣的一種狀況 在這次的這個轉配條例裡面 居然還是堅持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應該 所以他的輔導其實講起來都是假的 譬如說在第十 譬如說在第七條所謂的專案輔導 各位知道什麼叫專案輔導嗎 跟現在最近很熱的媽祖 媽祖在誰店是很像的 簡單的講就是禁箱 三個月一次到你的學校裡面來 待一些千歲 待一些千歲到你學校來禁箱 然後開了一個座談會以後 又打高鐵回去 以詠達來講因為地處偏遠 開會才看時間 還時間到了要趕高鐵了 就回去了 這就是他們的專案輔導 這樣輔導能輔導什麼 輔導只是加速學校滅亡 那在輔導的時候 就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教育部還能給這些專案輔導學校什麼東西 能給錢嗎 停招了以後 學生又少 沒有補助款 學校聽你的嗎 董事會聽你的嗎 已經是一個沒有奶的母牛 他還會去載入這個東西嗎 所以每次的專案輔導來 就是演一場戲 演完了以後 三個月演一場 演完了三四場以後 詠達就停辦了 專案輔導要什麼時候 專案輔導呢 專案輔導要在學校 還沒發生任何侵害教師權益的時候 就要進行輔導了 而這個輔導呢 除了要有公益 董監事以外 他也要讓師生有董事監事 參與在其中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 學校並臨退場 深受其害的一定是我們的教職員生 然後他們也相對的是 叫外部的公益董事 還要了解學校的情況 所以我們認為 專案輔導的時候 在還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要專案輔導 專案輔導的時候呢 也要有教職員生的董事 參與在裡面 那如果輔導他還是沒改善 教育部要怎麼做呢 教育部竟然是要說 讓學校停辦 那從詠達的經驗我們就可以看到啊 到底一個學校停辦 是對誰有利呢 然後是在懲罰誰呢 那絕對不會失校董喔 永達停辦以後呢 學校長一停辦 老師失業 學生失學 那校董呢 竟然可以完好如書的 繼續當他的董事長喔 繼續當他的董事 來霸佔他們的校產 以永達的案例來說 他停辦後的三年啊 校產啊 竟然還損失了三億元 我們可以說他董事就揮霍了三億元 然後光是行政管理費用 這還不包括所謂的變賣 不種產啊什麼的 光是行政管理費用 已經學校沒有在辦學了 他還可以 花費掉一億八百萬 第十三條這邊 在停辦以後 或者停辦了以後 持續開班授課 學生有轉學意願者 學校應協助 學生辦理轉學 安之事宜 主管機關得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一個得了 他把學校應協助學生轉學 學成應喔 是一定要喔 應是一定要喔 那主管機關是得喔 得補助學生就學 轉學或交學相關費用 這個得太慘了熊達的學生 為什麼 他可補助可不補助 永達的學生 在停辦了以後 最近的學校必須要到高雄去救助 不要小看高雄 平東只是隔了 應該要下半水溪 很遠的 每個學生 轉過去救助以後 每個月生活費都多了 上萬塊 為什麼 交通費 住宿費 火石費 那你都不要嗎 這些錢 要學生出嗎 他是得補助 看他高興 通常教育部都不太高興啊 他沒有要保障 學生在原校畢業 所以我們工會版的條文 就要確保說 學生能夠原校畢業 然後如果他在這個過程中 有任何的損害 都要有相關的公共的補助 是誰可以來調整學校的 辦學方向呢 完完全全就是校董說的算 再者他的轉型呢 也允許這些學校能夠辦理其他階段的教育 就等於是說他可以從幼稚園辦到高中 那這無疑的也會讓原本的高教資源流失 然後也會惡化其他教育階段私有化的情況 他大學都辦不好了 他這種盈利的思維 怎麼可能會辦好其他階段的教育呢 工會版的轉型條例的轉型的定義就認為說 所謂的調整系所或調整辦學方向 他都不應該去影響現有師生的權益 因為可能按照正面板的做法呢 學校怎麼調整方向 要縮減怎麼樣的系所 就完全有校董說的算 那待會可以從亞太的例子可以看到 明明學校在某些科系就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校董他不要 他想要讓學校趕快停辦 他就把本來營運狀況好的科系要停止這樣子 那為了確保呢 學校不辦學以後無力可圖 我們認為學校停辦以後 如果在一年以內 他不能夠恢復辦理高等教育 就應該直接的進入到解散程序 讓校長能夠回歸功用 校長怎麼歸功就是要讓學校停辦以後 就沒有原本董事可以插手的空間 就學校停辦以後在我們的條文裡面 他是應該要直接被公益董事給接管的 以確保這個校長不會被原董事來進行改辦 我們就要禁止現在修改現在的正願版的14條 我們認為學校停辦一年以後 如果不能夠再繼續辦學的話 剩餘的校長就應該要回歸功用 回歸功用有什麼方法呢 他可以回到這個退場基金 或者是其他公立學校 或者是當地的縣市政府 當然會更期望我們的立法委員 因為現在的正願版人已經要送到立法委員 已經送到立法委員券 我們希望我們的立法委員 在這件事情上面 一定要大力的關注 然後把這種不對的條文 把它糾正過來 我希望我們今天這樣一個記者會 是能夠幫我們台灣 能夠幫我們公共交易的資產 能夠保留一些下來 我們在這件事情 我們很去眠 那些東西 當然 我們在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 我們得來 我們不選擇 我們每一個的健康